当每天读一点文字 或者像你们一样听一点文字 我相信 这不仅能驱散孤独 还能让你从阅读中发现生活 获得愉悦 新一周三零五读书将和您共读 沈从文先生的作品 编程 首先要和您分享的是 领读人与沈从文 与编程结缘的故事 沈从文先生的鼎鼎大名 我在上小学时就已经知道 那时候 只知这位作家所写的文字很美 以至于能够与诺贝尔文学奖挂钩 虽然最终错诗 但他终究是中国文坛上 具足轻重的人物 之后的很多年 他的文字只零零散散读过一些 印象停留于流传最为广泛的句子 我这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 行过许多地方的桥 看过许多次数的云 喝过许多种类的酒 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年龄的人 第一次完整品读沈从文先生的作品 是在去年冬天 北京一家图书出版社的编辑 从公众号联系到我 问我是否愿意写书评 我问对方是什么书 他回 沈从文的书信集 于是欣然答应 去年冬天 有很长一段时间 总是阴雨连绵 这种天气 窝在家里再是喝不过 喝点清茶 翻点咸书 时间久了 站到窗前发一会儿呆 或者学古人 手卷抛书五梦长 深信之外 都没什么烦恼才好 那本书 除了沈从文 写给张兆和的书信之外 还有他的小说作品 我靠在床头 翻开书页 一页一页读下去 心底也一点点惊喜 一点点感动起来 早就知道 沈从文的文字很美 却没想到 竟然有这么美 洁癖似的 明明精雕细琢 却又自自然然地美着 实在激动 忍不住 给出版社编辑 发出一条消息 因缘际遇 是他将这么好的文字 推荐给了我 我说 以前没有系统 看过沈从文的作品 刚刚把他几篇书信看完 一口气看完 美呆 又感觉不够 真希望再多一些 这样的情书 他的文字 实在美得不得了 他的人在爱情中 因为痴迷 而可爱 而感动 对方回 能感觉出来 我第一次读到 沈从文的情书时 同样很激动 被深深打动 等到以后再读他的小说 编程 我似乎对翠翠 有了更真切的理解 这源于我知道 塑造翠翠的作者 就是一个温柔淳朴的人 诚如他所言 读沈从文那些书信 可以更多了解到 他的性情 对爱和人生所持的 真实态度 还有他走过的山山水水 心中产生过的 异动与波澜 然后再去读 他真正意义上的作品 也就有了更清晰 更深刻的理解 正是基于 以上对 沈从文先生的了解 我品读了 沈从文的代表作 编程 这是一部中篇小说 篇幅不长 两个下午的时间 就可读完 当我看到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 也许明天回来 这样的收烧 不仅暗自 叹服于 神老小说的创作才能 同时也合上 书版后的 好长一段时间里 感到怅然若失 古今中外的小说也好 影视作品也罢 我们惯常看到读到的 要么以花好 月圆的喜剧收场 要么以生死离别的悲剧告终 总之 都是明确的答案 摆在那里 沈老这种开放式的结尾 很稀罕 他给读者留下无限瑕疵 这个人 到后来到底回来了没有呢 让人不安 也给人希望 生活本质 或者说生活的迷人之处 不就存在于各种 未知与可能之中吗 他回来与否 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 你若希望翠翠与挪宋 有情人终成眷属 你便完全可以设想 挪宋第二天就回来了 从此良辰美眷 你若认为悲剧 可以净化心灵 那也大可以设想 两人从此永远蹉脱 翠翠将遥遥无期地 等待下去 这是沈聪文的高超 也是阅读的美妙之处 毕竟现实的生活 由不得我们随心所欲地 去排布 美是拼读编程 带给我的最大感受 文字是美的 编程的语言 是沈聪文盛年的语言 最好的语言 就像一栏心窄的 烟台玛瑙樱桃 文字中湘西的 自然风光是美的 青山碧水 竹林深翠 春天的时候桃花硬水 好似世外桃源一般 人与人之间的 淳朴情感是美的 翠翠与祖父之间的 适度情深令人动容 翠翠与挪宋之间的爱情 更是幽微奇妙 回味之下 让人觉得美丽又哀愁 从头到尾 翠翠与挪宋之间 直接的爱情对手戏 少之又少 对话也寥寥无几 最后还是在 不知期待的等待中 拉上帷幕 可是你又会觉得 自立行间 到处散发着 青橄榄一样的爱情气息 淡淡甜蜜 轻轻伤感 哪怕最后是等待 只要心怀希望 谁又能说 这种等待本身 不算爱情的一部分呢 有一种说法 翠翠 乃至沈从文小说中的 很多女性 都有张兆和的影子 她们都有一张 黑黑的 俏丽的脸庞 编程创作于1931年 那时正值 沈从文与张兆和 刚刚结婚不久 在沈从文写给 张兆和的情书集 《相行散记》中 有这样一段话 没有你 一切文字是不会产生的 先前不同你在一块时 因为想起你 文章也可以写得很缠绵 很动人 到了你过青岛后 却因为有了你 文章也更好了 所以 结合沈从文那些 充满激情 甜度极高的书信 去看那些小说 也就有了 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 当《三六五读书》的编辑 邀请我在编程 飘 简爱三份书目当中 选择一本的时候 我不加犹豫地 选择和大家共读 编程 因为 其中的美 多层次的各个角度的美 值得让人花时间 再次品读 去细细领略 静静感悟 或者 在字里行间 走神 遐想 接下来 我将利用一周的时间 随着故事的情节推进 每天陪伴大家 共读一段 编程 借着沈从文的优美文字 在迷人的 湘西山水中畅游 在微妙的 情感世界中沉醉 一喜 心中俗沉 如果相信爱情 爱情就在心中 如果心有闲情 桃花源也在心中 这样看书 看这样的 闲书 其实就像一个人 没有特别心思地 静静地走一段路 属于舒服的 休息时光 路由师云 游山如读书 深浅皆可乐 而其实 读书也如游山 深浅 亦皆可乐 阅读 是一种 愉悦而享受的体验 爱情 是一件 美丽 而哀愁的事情 愿你我有一场 美丽 且哀愁的 编程之旅 美丽 且哀愁 我喜欢这一期的领读人 在结束时候 对编程这本书的期待 所以 我也无比期望 新一周里 能和大家一起 在领读人的带领下 重温这本编程 一周阅读一本书 你准备好了吗 欢迎你关注 微信公众号 365读书 和我们一起 开启一段 共读之旅 我是潮雨 明天见 小优优伟号 小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